1月的最后一天 2023年真正的重磅大瓜 姗姗来迟 终于降临 女婚成将虎哥当霸 对于许久未有重量级新闻的美语而言 这八个字如泪轰顶 刹事件粉丝尖叫 狗仔跳脚 语气苦笑 你什么时候结的婚 其实虎哥在之前的采访中被主持人问及 会玩隐婚那些事吗 小编现在还记得虎哥当时表示 隐恋是隐婚的 隐婚就算了吧 就算了 对 都结了婚了 但事实上虎哥不仅结了婚 而且直接当了爸 不久之前 公众还在发出灵魂之问 娱乐圈究竟还有多少被藏起来的孩子 其实天降海儿一度成为明星 有效塌房的三大法则之一 另外两个是嫖娼吸毒 然而 藏孩必塌房的法则到了虎哥这 似乎失效了 下午2点38 他官宣当霸 微博帮热搜报 粉丝叫媒体跳 然而顶经一看 情依色全是祝福 几乎没有杂音 那于第一次对一个顶流的私人生活 如此友好和谐 第一次对明星藏孩子的行径 如此宽容大度 真叫人吃惊 都是隐婚藏王 虎哥凭什么信念 公众对虎哥隐婚藏王的反应 实在罕见 其实虎哥的婚事 向来都是圈内圈外 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 每逢圈中有人结婚 必有一群玩偶跑到虎哥微博底下安慰他 何炯颁奖都要拿他大剧 该不会无类结婚 你还在当伴郎吧 随着霍建华与李星入晚婚 粉丝更是毫不留情的 将他称为先见留守儿童 言语的他无力招架 或许在某种程度上 大家之所以如此 肆无忌惮地调侃虎哥的婚事 大概也是因为觉得安全 这种安全感出于一种认知 虎哥也许会一直单身下去 因此物量媒体炮制 虎哥传出恋情 回须的假新闻才会屡屡得手 薄金眼球 也因此虎哥当罢 对内娱的杀伤力才堪蔽核弹 少有不是一个优秀演员的职业生涯 可能就此灰飞烟灭 虎哥官宣两小时后 一个旧话题随时随地 发现新孩子悄悄登上热搜 斩获近三千万的阅读量 话题主持人 爱的宝藏女孩 学学子一脸震惊 这是他两年前申请的话题 全以为今天虎哥登上热搜 这个充满嘲讽意味的热搜 隐约散发出虎哥隐魂生死 内力暗藏的危险气味 从后续的热搜此条 似乎也能看出背后团队 引导舆论时的小心翼 有始至终 虎哥我当爸爸了的话题 稳坐热搜第一 因为他既是当时人的官宣原话 又呈现了事实 在他之后 先见留守儿童压力给到彭云燕 何穷老师不用担心虎哥了 压力给到彭云燕 虎哥曾说 最重要的职业是父亲登次条 轮番在热搜榜上滚动 不难看出 这些话题都具有 模糊重点分散主题的作用 可以规避隐婚生死的负面要点 而且放大相关事实的喜剧性正面性 为网奥提供的讨论 其话题的资料 引导理论正向看待虎哥生死一事 不过事实证明 担心虎哥阴藏孩子 而引发大面积塌房 纯属多虑 就连原因在于嘲讽 内于虚伪的随时随地发现新孩子的话题 在引虎哥登上热搜后 一轮为祝福虎哥当霸的 又以舆论阵地 几大人隐婚生子15点 到了虎哥这儿就变成了门神干大事 大量网友甚至在话题里全点起他 素有隐婚藏子传闻的明星 朝遍世界虎哥例外 这种严重到双标的偏爱 别说是在明星谈个恋爱 都要看粉丝脸色的内遇 就算放到娱乐史上也很罕见 天王之王刘德华隐婚 得要被舆论扒下一层皮 而爱慕虎哥的女粉丝 却在被告知真相时 之后祝福道 从此孤岛遇上孤岛 海陆相连绵延万里 至少还隐时 有才有情有义有气度 令人佩服 种种迹象表明 老胡在内遇 真的是被偏爱到极致的宠儿 在不天盖地的人物通稿中 我们大都已经知向 虎哥迄今为止的人生走向 一夜暴红 突遭车祸 沉淀自我 东山再起 名利双收 这种套路话 单线叙事的影响下 就是塑造出一个扁平而吃食的虎哥 如果用一段话来概括虎哥 我会说 一个颜值爆表的实力派 一个受尽苦难的幸运儿 一个清醒自知的性情人 一个风流多情的痴心男 仔细回顾虎哥的成名史 你会发现 老胡是一个幸运又复杂的 超级矛盾总和体 幸运复杂矛盾三个特质 奠定了他在内与无与伦比的独特地位 这部让虎哥红遍大江南北的 先见旗下传 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让虎哥扮演李逍遥 只因在场的小群眼 看到虎哥的古装扮相 五星问道 你演的是不是李逍遥 这句话改变了导演的想法 间接促使虎哥拿下李逍遥 这一经典节色 一举获得指通娱乐圈天花版的门票 年少证明一帆丰盛 后来众多上席学子都曾讲述 在当时的他们看来 娱乐圈没有比试隔虎哥更幸运的人 命运给了虎哥可以变得复杂的机会 高速路上一辆失控的货车 朝着他的人生迎面撞来 助理张勉当场死亡 虎哥重伤侥幸存活 醒过来后 身边人不敢第一时间告诉虎哥真相 但他得知张勉在车祸中付出了生命时 以身面部整容手术完成之后 滚烫的眼泪从缝了一百多针的眼睛中流出 但痛苦远不止于此 在谎言与真实的缝隙中 在活着与死亡的拷问下 在愧疚和恐惧的折磨里 也在丧失和放弃的 危险下 蜜月已不允许他继续 从前的路 浮华的幻影 飘散时他恍然大悟 车祸毁掉的不是脸 是面具 面具被打碎之后 真相才浮出水面 迷人的矛盾也得以凸现 在很多故事版本中 虎哥上运后放下包袱 直面镜头 毫不避讳脸上的伤口 热心工艺以张敏的名义 捐建学校 走在公路上 剪瓶子 魔力演技 演高挑战 诋毁爆的话剧 在正剧中做配角 所作所为 接近完美 可在镜头 无法聚焦的真实角落里 却还藏着 那么不符合期待的杀力 他遭遇车祸后 女友薛佳妮放下所有工作 不离不弃 无畏不知的照顾着他 而痊愈后的虎哥 感谢了所有能感谢的人 唯独没有薛佳妮 因为不打算公开练琴 更多散落的碎片 勉强拼凑出虎哥的另一面 重情却也夺情 温暖却软弱 仗义而又愚善 在虎哥偶尔的透露中 他是爱过许多女孩 但始终 过于母亲的阻拦 这一度让他背负上 马宝男的灭争 在他最后一次练琴曝光后 虎哥大醉一场 轮发微薄 在酒后土之眼的氛围里 将自己的脆弱恐惧 怨对统统失于人间 从此关乎爱情生活上的展示窗 潜心没入神火中 为自己的事业汲取养分 这未必是虎哥所期待的 但一定是他所选择的 粉丝完美必有谎言 选择真实就是选择不完美 其实矛盾与复杂 是选择真实的结果 当这两者在虎哥身上 不断发生化学反应 为他锻造出一个真正演员 所需要的血肉之躯时 幸运又再次赶来了 2015年 内遇观众在 粗织烂造的雷人聚集中 和浮夸西色的流量眼睛里 浸泡数年不断挣扎 虎哥转的两部正剧 伪装者和狼牙棒 如同一股清流 墙里注入了内地观众 干涸已久的 精神世界大爆特爆 不想爱演技的人 可以沦陷于他的长相 瞧不起偶像的人 不得不正视他的实力 迷恋复杂的人 倾倒于他的人生经历 期待真诚的人又折服于七人格魅力 虎哥不是完美的人 却是一个完美的明星 他既幸运又不幸 他既性情又清醒 他既坚强又脆弱 他的矛盾复杂及幸运 让他在一个恰当的时机 以一个恰当好处的状态 用一副极其贴合的姿势 奇异的相见了 光怪陆里的内地娱乐圈 巧妙地弥合了 不同群体之间的缝隙 以极小的凝聚力 笼络起上左中右 并有血有弱地说服着观众 跟随他进入一个 始于颜值 忠于人品 献于才华的偶像新时代 他成为了娱乐圈的最大公欲数 也就是虎哥被所有人 贫爱的真相 所以在虎哥 已婚生子消息爆出后 大家才会亲一次的恭喜 虎哥他值得